我剛剛唱說 那不是唱 唱國標 唱到耶 國標舞的男生 國標舞的男生不是都是高腰褲嗎 是嗎 都是像這樣子有沒有 可是我們的高腰褲 的腰是特別訂做的 而且為什麼你褲管那麼高 我好像提嘛 你知道嗎 這樣像不像 對 再一次 用力 再用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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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幹什麼蹲下來幹什麼 老師不要再轉了 我真的要連力氣 這好 很正 那我們首先請 我們先請林皓 因為林皓 林皓 那林皓 林皓 那你剛剛說 林皓屁股看一下 這怎麼那麼小 可是林皓 看到就是想 我們先請林皓 先給他兩個技能 那我想Tango好了 Tango Tango 來 來 來 就位 老師你就這樣 上課一半的指導 他是初學者 好不好 然後旁邊有兩個助教 好 我要站老師這邊 跟我做 來 我們手打開來 好 左腳往前 左腳往前走三步 五 六 七 八 到這個位置 可以嗎 再一次 再一次 然後我再跟妳看 左腳往後 攻堅步 一二 三四 這個腳是點的 對 然後 你是黃飛鴻嗎 其實 其實我看女孩子的腿 不是說長就漂亮 要均勻 均勻 現在有的名模 她很細 太細了 那她來找妳的時候 對啊 那時候 沒有掙扎嗎 有啊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說我的事業 面臨了一個瓶頸 感情又剛好 空白 不是空白 就剛結束 其實是有一點在傷心期 然後在那個時候 其實就在想就是說 其實這個決定 對每一個藝人來說 都是滿大的 重大 對 這個我們尺度可以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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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自己看一下 不是 等一下 我們節目不是請兩位 來看Playboy 還我 這是幾年前了 這個 九 九六年 九六年到現在 其實喔 這個 這個照片 其實看起來有點不像我 對 那時候因為Playboy 大老闆其實是老外 他們希望我的妝是 鳳眼 是比較單眼 老外看中國人那種眼光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刻意就是讓我的眼睛 往上掉 就是比較單眼皮的感覺 掉掉了 對 現在都覺得 看起來根本不像我自己 我剛剛看有 不覺得說很像妳 對 但也好啦 就是說其實 又是我講就是說 其實留一個紀錄啦 不過在當時做那個決定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太多 我也沒有讓媽媽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唯一有問的是 那時候剛分手的男友 對啊 就她怎麼分手 我就問她說 欸Playboy啊 你知道了 Playboy幹嘛 嗯 他們就找我當封面女啊 他說那 那也是要拖光光的 我說 應該半光吧 那什麼叫半光 我說大概就是 兩點 就是露兩點這樣子 我說那你覺得我要不要接啊 酬勞還不錯這樣 他就說你想清楚啦 這件事情可能會影響你的演藝事業啦 那如果說到時候傷害很大的話 那你是不是在演藝圈就走不下去了之類的 其實誰要聽這個答案 難道我自己不會想嗎 對啊 當然 我其實在等的一個答案就是 你不准拍 你不要拍 其實他只是幫你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希望男友以那種疼惜愛護的那種 自私的一點 對對對 可是他居然切錄的角度就是說 你要想到自己的工作啊等等的 那我就覺得 好吧 那這些問題我早就想過了 不用你提醒我 我還是會去想 那這就表示說 我歸應成從今而後的所有的 行為 行為 發生的事情都不關他了 那 我就說OK好謝謝 那我掛了電話之後 我就 就回他們電話說 OK 可以拍 就說說 ��릴來自願的